大家好,我也是啊,今天才知道 在墙上打孔的时候 钻头上套一个白手 它的作用呢,太强大了 我们墙上打孔的时候呢 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孔打偏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钻头上套一个白手 那这个孔呢,就永远不会打偏 打的孔呢,比较正 为什么这么说? 给大家现场来演示一下 现在我们在墙上打孔 钻头上呢,套了一个扳手进去 如果我们要这样打主 那这个扳手呢 在这个位置啊,一直不会前后摆动的情况下 说明我们的这个孔呢,打的比较正 那如果这个钻头 向上倾斜,或者说向下倾斜的时候呢 这个扳手呢,就会上前跑过去 或者说向后靠过来 大家看一下 如果上前 扳手呢,紧挨着这个墙 说明钻头呢,向上倾斜了 那如果钻头呢,那如果钻头向下 或者说向这边靠过来的时候 那扳手呢,紧接着也会跟过来 大家看 扳手就会靠近这个春子钻 我们把这个电钻放平的手 扳手啊,一直都是在这个位置 他不会跑过去,也不会跑过来 大家看,一直都是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向左倾斜的时候 这个扳手呢,也会跑 大家看 也会跑 不管是向上倾斜 还是向下倾斜 不管是向左倾斜 还是向右倾斜 那这个扳手呢 都不会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而是呢,向前摆 或者说向后靠 只有我们把这个放平的手 他一直都是在这个位置 不会乱跑 这样呢,这个打的孔就比较正 所以啊,钻头上呢 挂这个扳手 有它特殊的妙韵 那,给大家来说一下 挂这个扳手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一个稍微比较大件的扳手 它尾部的这个孔呢 已经要稍微大件 我们选择的钻头小的时候 那,这种小扳手呢 是可以的 套上之后呢 轻轻松松就可以套进去 选择的钻头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选择一个比较大件的扳手 它尾部的这个孔呢 也是啊,这较大 这样呢 它能灵活的啊 在这个钻头里面呢 摆动 打的时候呢 大家最近要注意安全 如果这个扳手过小 那,扳手啊 也会跟着旋转 防止这个扳手呢 打伤我们 所以啊 扳手怎么放 我们要根据啊 这个钻头的打小来选择 这是啊 钻头上放一个扳手 所带来的没有运 今天把这个呢 分享给大家 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喜欢的朋友吗 点个关注